传闻村后山的小路上有一个食人娃娃,她由于生前经常被哥哥欺负,所以她只要抓到男孩就吃掉,抓到女孩就咬开一口,把女孩也变成食人娃娃,据说只要在脖子上系个红绳,就可以避开。 这天,小帅从外地回来的时候忘记了西红绳,结果不幸遇到了食人娃娃,就在这时,她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,让自己逃过了一劫,你知道是什么办法?